的过程 哈喽各位世界各定的IT家人 大家晚上好 我是来自台湾的石漢 非常感谢团队 让我有这个机会 再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 我在2016年的2月7号 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车祸 导致我的幼小腿的禁骨 与肥骨 一本碎性的一个 以及我的内华 也有一点开放性质责 就如照片所见的 我的第一张照片 是我出院的时候产生的脚 我的脚是腫了零配搭 过了一个月之后呢 我石膏拆除了 然后就恢复了 但是很明显的发现 我的左脚跟右脚的肌肉 差的差异非常大 因为我那时候 虽然坐着轮椅 但是我还是有用 助行器走路 而用单脚的力量 所以我的右脚的肌肉 完全萎缩 而这样子我坐了轮椅 坐了三个月的时间 这三个月的时间 医生也没有特别要求我 护建还有走路 但是我坐了三个月之后 医生就跟我说你可以走了 我也没有使用任何补具 这样子慢慢的走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从学校毕业了 我八月开始上班也正常的工作 而钢钉钢板通常医生会建议我们放置大概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但是我只放了十个月的时间 在同一年的十二月 我去医除了钢钉钢板 而这时候 我妈妈拿给我的一个很棒的产品 就是这个 斯豆 斯豆让我快速的恢复了我的体力 跟我的肌肉也非常快的变得更结实 原本我在工作的时候 肌肉其实已经有长回来一点点 但是还是有很明显的看到我的右脚的肌肉 比左脚的肌肉来得小一点点 然后吃了斯豆之后 我发现我的肌肉长回来了 真的很棒 再来就是我们受伤的时候 医生会建议我们小数丸多补充蛋白质 而通常他建议的通常是动物性蛋白质 像是牛肉 猪肉蛋牛奶等的一些 但是我妈妈给我吃了斯豆之后 我发现植物性蛋白质更好 更好吸收 而且没有胆固存的负担 让我非常的快速恢复 也很有精神 所以到后来 我感觉比较劳累的时候 我也会选择吃斯豆 帮助我恢复我的精神 很感谢赵飞博士 让我有这个机会认识了 营养免疫学这一类的产品 让我在短时间内 快速恢复了我的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